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世界上的物种千千万,尤其是海洋生物 迄今为止,海洋中还有许多未被探明的生物种类 除了鱼虾蟹等比较常见的 还有一些形状各异的海洋生物,也能让人大开眼界 而要说到海洋生物的癖好,那就更是五花八门了 有许多神奇的操作,甚至小伙伴们连想都想不到 比如说今天要介绍的这种 发起狠来连自己都不放过,还会若无其事地吃掉自己的脑袋 这你敢信,这种神奇的海洋生物就是海峭 见过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海峭的主要器官就是两个孔洞 这个孔是用来进食的,而另一个则是用来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 海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寄居生物 在海边一些岩石或者是船底都能看到它的踪影 而海峭这种生物的习性很奇怪 只要一找到合适的安家之处,就会立刻把自己的脑袋吃掉 这举动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但其实换个角度想想 它们寄生在一个地方通常是一待一辈子 估计长着脑子也没多大用处 而身体其他部分也会依照本能进行活动 但有不少网友好奇这些没脑子又宅的生物 是怎么繁衍至今的呢 其实很简单,海峭是一种雌雄同体的生物 想不想生孩子主要还是看自己愿不愿意 而且就算没脑子,海峭在传宗接代上也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即使繁殖能力很强,也懂得如何计划生育 好了,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,评论点赞哦